何必定南電社區代表中華館參務專購輪省社區平壁 主辦輪省社區各位行政員小宏署 今天是由副市長斷命作為專家洛南 慶祝來到南電社區進行平壁 南電立地長是向副平行委員改正社區幾位總控 近年來輪省社區的概念開始發展 輪省社區只會是在社會、經濟、技術、體系和基礎 建設領典臺民必至可以抵抗未來災害重機和壓力時可以維持穩重 為了將這個觀念前在社區 好想既然的船裡都有對災害快速歡迎的能力 菌化館嘴嘴社區也加在這個價位 推動價位小宏署更加進行全台平壁 何必南電社區代表菌化館參加這項平壁 今天是一個我們任性社區第一次平建的一個日子 過去我們都沒有接受到這一塊 那希望說我們就有這個長官來跟我們的賠利 希望我們的社區防災被災的部分會做得更好更弱勢 那也希望說其他社區也想要一起動起來 我都可以一起做分享喔 今天很高興我們消防署副署長 我們盆副署長以及我們 我們中華縣消防局蘇順局長帶領的團隊來 我們何美南電社區來評鑑任性社區評鑑比賽 那很高興有我們藍電社區陳淑美里長 理事長帶領的團隊來跟他們解說 那我們看到藍電裡的社區呢 他不只在衛福部不只在消防局 衛福部都有很好的成績 那由於這次的評比呢 是任性永續的經營 那我們藍電社區在4月10號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強降於有淹水的地方 那今天消防署來勘察這個災區呢 那希望把我們這個災區用得更完善更美好 那也祝福大家祝福今天的一位來賓 都可以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川法官向教長施聖仁表示 既端氣象越來越激烈 為了好既既然的傳例 都能對各行災害有快速歡迎令力 中央過程推動輪省社區各位 專門提升臨烈的運用 讓災害來的時候 社區民眾可以在第一時間作出歡迎 將給世面災散的孫心 或是居民 看要來應對這個災害 譬如說有災展的時候 災展的時候我們就是要去現場看 看我們影響到交通安全 或是民眾的安全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到封鎖線 趕到通報 通報公訴 警察單位來做抢救 連港復原 復原就是說我們社區 看要人家做復原 聯合我們一些居民 這會來做 這就是說韌性社區 就是面對知道的時候 社區要來面對 要去再發生後 要來復原 這是間隔整個過程 我們王冠町也很重視 所以我們社群教 培養來負責社區 成為韌性社區 我們今天感謝中央 中央來進步社群署 特別是專家學者 來我們南電社區 來這裡訪頻 來看我們進行做的 這個任性社區的成果 或是怎樣 提供一些建議 連港社區的費用 我們也持續一直來做 相述表現 一個更重要的論性社區 必須有多切入 度和回合力 讓社區不容易 因為衝擊來受到傷害 並且能以最快的速度來回合 這個觀念 結合到傳理到社區的 風在江中 就讓大大提升 民眾在在災害 來臨的時尊的尊瓦論 新中華新聞 李明洪和美 彩虹報登 請讓我們看看